哈囉大家好我是視訊 今天透過介紹公寓的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公寓的優點跟缺點 那我這邊各列五個給大家做參考 首先我們從缺點開始 公寓的話其實它是沒有電梯的 所以比較適合年輕的族群 長輩爬樓梯會比較吃力 第二點沒有管理員 收發包裹會比較麻煩 另外住戶之間如果有事情要協調要交代 沒有一個管理員幫忙 其實會比較費時一點 第三點屋林老舊 水電管路的部分是需要去做檢查的 大部分的公寓都會建議去把它做更新 那屋況的話也要看當時候的狀況 裝修費的部分需要多一點 買房子的時候因為屋林比較舊的關係 貸款的估價可能會比較低 因此自備款需要準備的比較多 再來停車的部分 公寓通常都沒有摩托停車場 或者是汽車停車場 購買之前還是建議看看附近有沒有停車場 可以坐租 讓自己的摩托車有地方擺 還有的話就是沒有公共設施 主要像游泳池健身房 瑜伽教室小朋友遊戲等 都是沒有的 更重要的是需要等垃圾車 才有辦法清倒垃圾 優點的部分有公設比較低 可以使用的室內平數比較大 第二點是沒有管理費 第三點是房屋稅比較低 因為它的機器比較低 所以繳繳的費用比較少 再來是總價較低 每個月的本地貪環金額不會那麼的大 最後一點就是土地区分大 那之後如果有改建或度更的話 是非常不錯的 當然不要把這一件事情放在你購物的條件 因為畢竟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實現 那以上就是這一間房子的介紹 那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隨時給我訊息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